極地的象徵北極熊 貓頭鷹冊包包 以及洋溢青春的小洋裝 多色膠織出了鬼巾等等 这些贴近灵火的生活小物 是今年绿工艺的参展作品 十个工艺师吧 居家生活区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中间的位置叫再生工艺区 就是主办单位叫五路动画中心 还有有两个厂家沪胜 他们是做那个环保的布料的 所以放在这一区 最左边就文创工坊区 就是最内头的有 我们有邀请十个工坊 所以呢变成有三个区 那这三个区当时的布局 就是ECO的概念 recycle环保 整个战场分成三大区 所到之处让人惊艳 文创工坊区呈现出的是 边界之染秀工艺家 应用环保艺术手法 赋予生活物品 时尚新生命的整线 用的是蚕丝跟棉胶织的丝棉布料 那这种布料呢 它受染性很好 而且呢手感很柔滑 就是说具有相当的时尚感 那在色彩的搭配方面 也就是说采取一年12个月 每个月都有一个主题 眼前缤纷多彩的大花散 也是透过展创作出来的 不过手法上跟一般所见大不同 这项技术称为浮展 陈亮宇老师历经多年研发 成功找回这项古老的技术 他更成功将浮展 逐步运用在各类的用品上 而其中又以笔记本最具代表性 在这个书的背边边的地方 这个叫封口 然后去做浮染的动作 然后以后如果说这个书液被拿起来之后 就被撕掉之后 它这个图案它就会缺角 它有一种防止人家变更的一种功能 绿工艺跟生活完美结合 经过再生更能凸显其价值 因此主管单位规划再生工艺区 除了可以看到日本旧和服时尚新美感 另一区以宝特品为主题 更让人大开眼界 这个北极熊是100% 大家100%的宝特品回收的 这个比我们baby的皮肤还细 这个是我们的用心 大概是用心 所以希望大家共同来关心 关心整个地球 主办单位跟发挥巧思 整合律史上工艺家的作品 在展区打造出一间时尚温馨小家 有机会民众不妨可以走一趟 今生感受环保结合时尚 所激荡出来的美学惊奇感 这连加话台中才跑不到